對向一台機車騎士 闖門燈搶快左轉 轉角處一對情侶 本來正要加速前進 突然緊急刷車 兩人連人帶車慘摔 連摩托車都滑到路口 路過民眾趕緊上前關心 但這名肇事男子 卻騎車揚長而去 讓我們換個角度 這名肇事的女性男子 先是騎摩托車 鑽進巷子內 不到五分鐘 他全身換裝 連交通工具 都換成腳踏車 老神再再出門 換了不同的衣服造型出來 這起車禍是發生在 台中市東區 五十六歲的女性男子 原本是要出門買鹹酥機 沒想到路上造成車禍 害人摔車 回家換裝後 竟然還騎腳踏車 回鹹酥機攤販取貨 一名腳踏車騎士 身穿橘色外套 來到鹹酥機攤位前 先是左骨右盼 卻直跟老闆攀談點餐 他就是趙陶的女性男子 來拿這個 他剛剛點餐的這個鹹酥機 警方表示 女性男子一開始 還變稱是對方闖紅燈自摔 與自己無關 知道警方調閱畫面 看到自己換裝的身影 才肯承認犯行 記者陳思源 徐祥 台中暴報